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的关系也十分复杂 虽然两国家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但是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当中 两国家的利益不一样 那么沙特阿拉伯对周边的国家的影响 以及土耳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都令两国发生若名若案的冲突 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叙利亚的内战 比如说之前的野门的事件等等 总之中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 那么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在这里面并不是盟友 但是最关键的是 美国刚刚高喊人权批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扣押了美国的穆斯布兰森 那么这边在土耳其的沙特阿拉伯大使馆里 就发生了沙特阿拉伯政府派人到大使馆里面 把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哈苏吉给暗杀这个事件 土耳其当然要好好利用这个事件 让美国在这里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所以土耳其对哈苏吉在大使馆消失这个事情 进行了积极的调查 甚至土耳其的官员还放出风声座 哈苏吉进入大使馆的时候 手上戴了一个智能手表 这个智能手表能把现场的录音传到在门外等候的 这位他的这个未婚妻的这个电话上 然后这个电话会把这些录音传到云端 那么现在土耳其政府已经掌握了这些相关的信息 土耳其政府这两天对这个沙特阿拉伯 对驻这个土耳其大使馆进行了调查 结论是哈苏吉就在大使馆里面消失了 那么消失了是代表死亡了吗 那么这个确定数大概是90%以上 但是最恐怖的消息出来了 土耳其有官员说他们找到了录音 哈苏吉进入大使馆之后 就被15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特工绑架了 并且这个屠杀哈苏吉的过程可以说十分残忍 整整7分钟的时间在录音里面听到哈苏吉的惨叫声 那么也就是说这班特工是在哈苏吉有知觉情况下 用刀一刀一刀把它切成个碎片 那么这种做法在中国传统上叫凌迟猝猝 猝死之后这15个人把哈苏吉的这个尸体碎坏 放在自己包里面运出了这个大使馆 那么在土耳其的特工进入沙特阿拉伯大使馆 进行调查的时候 他们发现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很多地方进行了重新装修跟粉刷 那么这种做法好像是糟糕天下 其实在大使馆里面确实发生了非常血腥残忍的屠杀事件 那么如果这个事件真是发生了被证实的话 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将会采取什么态度 将会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 川普总统当然不想跟沙特阿拉伯闹翻 这个闹翻第一影响了石油利益 那么那1100亿的军备这个采购恐怕也就会泡汤了 那么沙特阿拉伯也非常配合川普的演出 马上用非常强硬的态度警告美国 说如果因为这个事情你对我进行制裁的话 那么沙特阿拉伯将进行强硬的反击 这个反击就是你那1100亿的军备不但不买了 我还找这个俄罗斯去买 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在这个中东是美国重要的盟友 这个盟友一旦倒向俄罗斯的话 那么可以说美国在中东的整个外交政策就会崩溃 那么这是川普最不想看见的 所以其实这个礼拜有很多新闻 但是修杰个人觉得令川普最头痛的 令川普最为难的还是哈苏基失踪事件 哈苏基的失踪从目前来看 沙特阿拉伯派人把哈苏基杀害 基本上很难否认这个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土耳其的调查当中发现 进入这个土耳其的15名 这个沙特特工里边 有其中5名就是这个王储小沙拉曼身边的贴身保镖 以及他最亲信的人物 那么为什么这15个人进入了这个沙特阿拉伯 驻土耳其大使馆之后 那么同时哈苏基进去 哈苏基就消失了 那么这里边恐怕小沙拉曼很难脱掉关系 那么小沙拉曼作为未来王位的继承人 老国王今年已经80多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厌价归西了 厌价归西之后 小沙拉曼将会成为沙特阿拉伯国王 如果这个时候美国真是对沙特阿拉伯 对小沙拉曼进行制裁的话 不言而喻 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就要崩溃 但是川普如果不制裁沙特阿拉伯 如果不制裁小沙拉曼的话 美国的民权价值 美国的人权价值又到哪里去了呢 那么所以川普现在非常为难 所以你看川普这两天关于哈苏吉失踪事件 川普的讲话可以说是模仑两可 经常态度转变 一会儿说如果是哈苏吉确实被证实 是沙特阿拉伯杀害了 那么美国将会强力制裁沙特阿拉伯 一会儿又说其实现在没有证据证明 是小沙拉曼派人杀了这个哈苏吉 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关键角色 土耳其警方跟政府方面的这个调查 将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作用 那么所以我们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急急忙忙跑到这个沙特阿拉伯 先跟这个老沙拉曼跟小沙拉曼见了面 见面无非就是商讨一个最好的结局 休闲哥人认为最好的结局是 小沙拉曼说对确实哈苏吉被杀害了 是谁杀的呢 就是那个张三里士王武这几个人 张三里士王武在我们内部 本身就不是好东西 我们根本就没有让他去杀 他们自己跑过去杀的 那么再把这张三里士王武 拿到法庭审判一番 最好啊突然有个什么突发事件 这几个人全部暴毙了 事情就平息下去了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 哈苏吉的死跟沙拉曼 老沙拉曼小沙拉曼都有莫大的关系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不敢跟沙特阿拉伯翻脸 那么沙特阿拉伯敢跟美国翻脸吗 当然也不敢 因为啊我们刚讲了 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跟美元是挂钩的 川普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 沙特阿拉伯政权连两个礼拜都撑不住 川普说的可不是大话 川普讲完之后啊 沙特阿拉伯用沉默来回答川普 表示他们也同意 在中东这么复杂的局势之下 美国不保护沙特的话 沙特政权能保多久还是有问题 那么再有沙特能够投靠俄罗斯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刚讲了 美元石油不是美元卢布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俄罗斯在这个叙利亚的利益 早就跟沙特阿拉伯的利益 是一个冲突的一个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也不会接受沙特阿拉伯的投靠 那么所以啊 现在美国跟沙特阿拉伯 两国政府都陷入了两难 哈苏基事件给两个国家的这个首脑 都带来巨大的麻烦 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 川普在中期选举这个关键的时刻 怎么样对沙特阿拉伯派人到土耳其大使馆 去把一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给杀了 这个事件 川普怎么表态 绝对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选民对共和党对川普怎么看 所以啊 川普这两天可以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现在虽然这个蓬佩奥在中东进行斡旋访问 但是土耳其在刚刚杜兰森事件 向美国低了头之后 找到一个很好的报复机会 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尴尬一番 土耳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所以啊 修杰个人相信 土耳其肯定会对这个哈苏吉失踪事件 进行详细的调查 那么土耳其可以不用官方的渠道 用媒体的渠道 公布更多哈苏吉在零食馆里面 被残忍分割的这个细节 这种细节一旦被媒体披露的话 全世界的媒体 全世界的公众都会表达极端的愤怒 这种愤怒冲击的不是沙特阿拉伯 不是土耳其 冲击的是美国政府 冲击的是川普 以及美国的中期选举 所以现在哈苏吉事件 不但影响你跟我的汽车上的油价 更加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那么我们跟大家继续一起来关注 这个新闻最后发展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来落幕 看完哈苏吉失踪事件 让我们把目光再放回到两岸关系 那么双十杰 蔡英文总统 在这个国庆庆典上有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特别特别的长 第二个特点是里边的内容 跟以往的双十讲话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蔡英文这边讲话话音刚落 那边就有新闻说 美国海军的一艘海洋探测船停靠在高雄港 美国军舰真是会到高雄港停靠吗 如果停靠的话 会不会引起两岸更大的冲突呢 那么虽然现在台湾政府方面 多次强调说 这个是民间的海洋考察船 并且以前也停在高雄港 并不代表美台关系发生了什么更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看看蔡英文总统 这双十节讲话里面 确实有很多新的内容 这些内容是什么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蔡英文的双十节讲话 到底展示出未来两岸的关系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